今天的国际大头条要带您看到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 川普一个个摘下摇摆州 跨过当选门槛的270张选举人票 在福斯新闻网率先预判他当选之后 川普也在佛州自行宣布当选 在上选演说当中强调 要替国家疗伤团结美国 处理好边境等问题并结束战争 要美国人民准备好迎接美国的黄金年代 在用不腻的招牌爱国歌曲陪衬下 川普在胜选之夜献身佛州棕榈滩会展中心 现场欢呼声震耳欲聋 我想感谢美国人民的荣誉 当选择47位总统和45位总统 在福斯新闻网率先预判他跨过当选门槛后 川普抢先各大自由派媒体自行宣布当选 川普在胜选演说中大谈替国家疗伤 还要做所有人的总统 川普说在他领导下美国将迎来黄金年代 而他逃过暗杀是上帝饶他一命 要他让美国再次伟大 川普更花了长篇幅 大战好马迹马斯克是超级天才 细数SpaceX火箭跟星链卫星的成就 川普也感谢副首范斯 并强调要结束战争团结美国 反观贺锦丽不在大巡夜发表演说 支持者落寞离场和川普阵营的沸腾景象 呈现两样情 这边好兵役